市长陈端棠在研讨会中首先做了市政报告 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杨颖章 城中府秘书长曲绍华为关心地方建设进步的情形 也都列席参加听起了各项主要的工作报告 这项研讨会付了请示一年来市政报告 与议长工作报告以外 会中并决议一级推动现成基础行政组织 和加强侵从党众的配合 台湾市政府为了迎接光辉的职业 和庆祝公民党建党八十周年 同时也举办了政治展览 供市民参观